你好 欢迎收看6月11号的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江碧任 首先带您来关注的是 花联教育处爆发弊案 包含教育处长 民间的体育会理事长 都遭到了检方申请羁押 检察官初步的调查 这个案子涉及了三件弊案 都是新建或者是改善的工程 与一开始传出的全民运没有直接的关联 不过三件弊案都有图例特定厂商的嫌疑 贪污总金额出估约有八九百万元 在调查局干员押送下花联县教育处长李育仁 10号晚间被送到花联地检署接受调查 检察官最后将李育仁与花联体育会理事长汪景德 涉嫌泄密及违反贪污治罪条例 本署日前接过情知检举 我们花联县政府的教育处辖下的直观 针对水上训练机基地等公共工程 仪式设有弊案 全案有五个人又会被告 其余都是证人的身份 光景德理事长 涉及弊案的花联水上运动训练机地 今年五月动土仪式上还看得到 涉案的体育会理事长跟教育处长 检方指出花联教育处发包水上训练基地等 公共工程采购案设有弊案 经检调单位长期搜证 10号上午花联地检署检察官 指挥相关单位同时发动搜索七个地点 目前已经约谈包含花联县教育处 承包厂商及其他相关人员 共10人到案 现在还在司法的阶段 所有花联县政府也徐政卫 我们也都全力的支持 也全力的来这个协助他 部长我们会觉得被淹忘 没有中备的调查 检察官阵讯后 除了将李玉仁跟汪景德 两人向地院申请积押外 体育会的张姓秘书长 则是以10万元交保 秋庆厂商以50万元交保 其余被告及证人都先请回 记者众好报道